大人小孩都喜欢的Hello Kitty现身 不仅帮小朋友送上毕业证书和礼物 还一起合照 这是第一社会福利基金会 附设第一儿童发展中心 举办的森林王国毕业趴 在老师亲友的见证下 15位早聊幼儿将进入幼儿园及国小就读 这也是疫情解封后 第一儿童发展中心首次举办的实体毕业典礼 希望祝福小朋友顺利进入下一个阶段成长学习 前三年其实我们也都有孩子毕业 可是因为都碍于疫情只能在线上参加毕业典礼 所以我觉得对孩子来讲跟家长来讲都很可惜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我们又重新的 让这一群孩子跟家长们有这样的一个聚会 然后孩子也会借由这个毕业典礼 感觉很有成就感 我从一个第一个阶段幼稚园毕业了 他们未来可能到更融合的环境里头去生活 然后对家长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成就 跟一个另外一个阶段的开始 在老师协助下小朋友穿上毕业服 与爸爸妈妈开心的从Hello Kitty手中领取毕业证书 对于第一儿童发展中心教保员的专业与耐心 家长相当感谢 家长两位小朋友先后在第一儿童发展中心日拖班学习的小柄爸表示 小柄这三年来进步很多 希望小柄未来进入小学后也能稳定学习成长 其实从一开始他的口语是几乎没有的 到现在进来三年 现在口语已经慢慢越来越多元 也越来越有一些比较有文具出来 所以他现在是可以表达自己想要的需求这样子 这边主要是情绪可以比较稳定 那就算他情绪波动的时候 老师都有办法让他慢慢的稳定下来 所以其实这边算是非常让家长非常放心的一个地方 对那上小学当然就是希望他可以继续维持这个稳定 因为刚好我们比较幸运是因为哥哥会在同一个学校 第一社会福利基金会方面表示 发展中心不仅提供全方位的早聊服务 还加入音乐美术等艺术辅聊课程 协助早聊而抒发自己的心情又能培养兴趣 更容易融入团体生活 同时在国小阶段前也提供转嫌服务及咨询窗口 让家长在早聊而进入下一个阶段时能获得资源 其实我们在提供的训练它是全方位的 不再是只有认知上面的提升 而是包括整个肢体活动 感统的活动 音乐活动 美术活动 让他们除了在认知跟肢体沟通上面有成长之外 我们也希望他们的情绪教育 还有这个情意的这个能力可以提升 让他们可以更容易的融入那个团体的生活里头 那我们其实在到国小的这个阶段前 其实我们也会提供转嫌的服务 就是说让家长在早期疗愈这段时间 其实除了孩子能够接受教育之外 爸爸妈妈也可以得到支持 那同时呢 也可以协助他们在下一个阶段找到更完整的资源 根据内政部方面的统计 到今年6月为止 全国0到6岁幼儿人口为1414,222人 而依联合国国际卫生组织的研究发现 新生的幼儿约有6%到8左右的迟缓发生率 也就是说国内有8万到11万间的幼儿可能会有迟缓症状 因此第一设服期盼 透过这一场别具意义的毕业典礼活动 呈现早疗成果 让社会大众知道早疗教育对孩子能带来多大的改变 也希望更多没被发现的迟缓儿童 能因此被发现 并进一步获得早疗资源的协助 让这群漫费天使平安快乐的成长 记者张其腾台北报道 这个镜头也帮我们看一下